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419回 忽然这双目一睁 体表金光一散而开竟一下收了功法 并缓缓地说道 玲珑道友 既然已经到了门外还请进来一戏吧 不过千余念未见 寒凶倒变得生疏了起来 小妹还是希望寒凶以吟乐相称 一声悠悠叹息过后 门外就传来了悦耳的声音 既然一夜如此顾兮昔日之情 唯凶自然不无不从命之礼 寒泪神色有些异样 轻声回了一句之后 袖子就冲远处的屋门微微一抖 下一刻屋门上光辖一闪 原先上面布置的剑制一下子消失不见了 并且自行从外打开 在屋门外的台阶上 一个婀娜的身影阵站在那里赫然 正是吟乐 但是此刻的吟乐和先前大厅当中的冷淡之色 截然不同 美眸秋波流转 玉枝般的脸庞 引带一丝红韵 再配上一头奇妖的银色短发 容颜之力几乎让寒丽看了也不禁有一阵恍惚之感 而寒乐呢 一见屋门打开 脸上神色微微一动 当即玉族一动 抬腿走了进来 并几步就走到了离寒厉不过丈许远的地方 上下打量了对方吃人几眼 这才忽然一笑 先前小妹因为功法的缘故 举止言行 对你颇为无礼 害怕寒凶千万不要见怪 说完之后 他一手虚空一招 就将附近的另一块铺团抓了过来 在寒厉对面呢 也盘膝坐下 寒厉同样打亮着眼前 仿佛判若两人的家人 微微一笑 这才温和的说 没什么 既然知道你是因为功法才变得如此 寒某又怎么会在意呢 倒是你才刚刚摆脱了法局的影响 就匆匆地赶了过来 应当多多静心调戏一下才是呀 没事的 一旦挨过一段时间 忘情绝对小妹的影响就微乎起微了 而且我也担心万一来晚了 没能和韩兄说上几句 一下子又变回那般木头般的模样 那岂不是太扫兴了呀 银月嫣然一笑 坦然地说道 这些年没见 你的性子 倒是和以前一点没变 心中有什么就直接说出来呀 韩丽微微一愣 但马上苦笑了一声 哼 韩兄还敢说 我这种性子还不是当年 你奴役的时候被迫养成的呀 否则一旦你这位前主人对我不放心 我这只小小的灵兽 还不是要被直接抹杀掉的吗 银月先白了韩丽一眼 玉手一眼阴口轻笑地说道 这些 这些都是旧知识了 银月 何必再多提呢 当初我不是不知道你的真身 以为你只是一只妖狐吗 韩丽脸上难得地显出了一丝尴尬之色 真的如此吗 开始几年 韩兄可能的确如此想的 但是后来的话 应该是早对小妹有所怀疑了吧 可那个时候也未见你对我少使和哪里去 银月嘴角一翘 似笑非笑 那时候韩某修为浅薄 再加上接连遇险 也多亏银月道友相助 才能接连度过几次大劫 否则在下 那儿还有飞升灵界之日 能走到今天这一步呢 韩丽默然面线一丝真诚地说道 小妹这次上门 可不是特意来找韩兄后仗的 话说回来了 你让我好友偷偷传信给我的时候 我还真是吃清了一下 没有想到韩兄真的也进入灵界之中 毕竟啊 人界灵气过于稀薄 能进阶到化神境界 那都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事情了 更别说飞升到灵界了 银月眉梢一条 欲人一宿 韩兄只是侥幸罢了 但说到此事 我还没有感谢银月你呢 当初要不是你将那点事情 偷偷相告 我还真的没有可能找到 节点的位置 并顺利地进入灵界啊 韩丽凝望着银月 玉蓉缓缓缓缓地说道 小妹当时刚刚是两魂合一 要马上返回灵界 这也是力所及之下 唯一能够做到的事情 但是比起韩兄的救命大恩 这可不算什么呀 银月的神色 这个时候有些异样 但是仍然轻描淡写 银月此话可是太过自谦了 韩丽文言摇摇头 哦对了 韩兄当日从昆武山脱捆之后 你那些大敌没继续追杀呢 你后来又是如何进阶的化神奇啊 能否说给小妹听听啊 银月话题一转 面露一丝兴奋 问起了当年人界的事情 哼 哎呀 此事说来话长了 当年呢 你我借着你的星盘之力走掉之后 就去了大县的另外一处 叫北明岛的地方 韩丽笑了一笑之后 就开始讲述西年在人界的经历 韩丽这一讲 就是大半个时辰 不但将自己西年人界空武山之后的事情 都说了一遍 甚至于呢 连自己进入灵界之后发生的事情 也讲了个七七八八 和普通修士相比 韩丽的经历自然堪称是惊心动魄 离奇万分 银月在一旁呢 听的是津津有味 不时的发出嘖嘖的惊叹之声 等韩丽讲述完毕 几乎很自然的 银月也说起了自己啊 西年被困人界前 和回归灵界后 在傲笑老祖门下修炼的一些事情 让韩丽有些吃惊的是 银月竟然毫不忌讳的 在她的面前谈起了 昔日嫁给天魁狼王和后来 因为心魔才去修炼忘情绝的经历 竟然丝毫没有避讳和隐瞒的意思 看着眼前银月 倾笑而谈的洒脱的样子 韩丽倒是心神一阵的恍惚了 韩丽啊 我听祖父言 你有办法可以削弱忘情绝的影响 但一段时间之内 小妹必须要跟在你的身边才可以 此事可是真的吗 银月脸上的笑容一脸 忽然正色的问道 哦 傲笑前辈把这件事情已经告诉你了 的确呢 有这么一回事 前辈他有一套神念秘术 可以会对忘情绝佳以克制 让银月你能够轻易的继续修炼下去 但是 这个秘术只有我修炼才能对你有效果的 所以嘛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之内 你要跟在维修身边一段时间了 韩丽并没有觉得奇怪 反而微笑的解释道 我祖父真有词的秘术 我以前可从来都没有听他说过呀 而且为什么只有寒凶修炼才对我有用呢 银月听到这儿戴霉一皱 嗯 这一点嘛 你其实应该能够猜到的 就像令祖所说的 解灵还须寄灵人 既然你心魔因我而起 我修炼后才能对你更加的有益的 这套神念法诀 是令祖花费了百余年的时间 在将忘情诀交给你之前 就特别创立出来的秘术 原本呢 就是为了以防外衣之用 我略加修炼之后 你一直待在我身边 这秘术呢 就可以潜移默化 然后对你的心神施加无极的影响 韩丽承认了一下 他那口气说道 真的这么简单吗 忘情诀一旦继续修炼下去 对小魅影响也会越发的强烈的 单凭一个临时创立的神念秘术 真的能够抑制住吗 韩丽这个时候 有些不太相信 关于这一点嘛 我还未曾开始修炼 也没有办法十分的肯定 但既然是傲笑前辈苦心独创出来的 想来应该不是假的 而且这神念秘术 应该和忘情诀一般 应该随着修炼加深 克制效果也会更加的强大的 好吧 就算神念秘术真的有效 但是小魅要在你身边待上多久呢 难道一日无法摆脱忘情诀 韩兄就要一日将我带在身边吗 银月这个时候 眸光闪过了一丝一丝悠悠悠的问道 这个嘛 倒不一定 就傲笑前辈所言 只要说你能够进阶大城西 就可以摆脱掉忘情诀的限制了 韩丽不加思索的说道 什么 进阶大城 这未免太渺茫了吧 看来 银月以后真要很长一段时间 跟在韩兄左右了 银月幕中呢 闪过了一丝异色 嘴角一翘的说道 你具有七星月体 比起一般的修士来说 进阶大城西还是有不小的机会的 无需气美 况且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和傲笑前辈说不定 早就找到了其他的破解之法 无需你真的一定要进阶到 大城才能解决忘情诀的呀 这倒也是 不过起码数百年之内 我是跟定韩兄了 接下来 二人又聊了一些其他的事情 甚至略微交流了一下 修炼上的心得 时间不知不觉 又过去了许多 好了 时间不早了 忘情诀又要开始发作了 小妹先回去调戏静坐一下 小妹若是在忘情坐影下 对韩兄又失礼的地方 还望韩兄多多见谅 银月回头望了眼窗外的天色 连忙站起身 说出了告辞的话 这个自然 我怎么会因此而放在心上呢 韩丽微微一笑 也站了起来 于是银月身识一礼 不再多说走出了屋子 湖门白宫一闪就无声的自行和尚呢 韩丽重新盘膝坐下 脸上的表情一下子凝重了起来 同一时间 已经离开屋子的银月 在走道中拐过了几个弯 来到了一处较为僻静的角落之后 忽然脚步一停 淡淡的说了一句 辽颖 出来吧 我有话要问你 话音未落 附近西空波动一起 一道近似透明的吸引一闪而出 身躯就正见凝静清晰 最后竟然化为了一名 身穿贴衣黑袍的苗条的女子 只见此女的 面带着一张青铜色狼手面具 双手被一双黑色的手套包住 浑身上下 一丝皮肤都没有露出来 双足离地持续之高 轻飘飘的悬浮在西空当中 小姐 有什么吩咐 面具女子 用一种清冷的声音问道 表演啊 我知道当日韩兄和祖父密谈的时候 你应该也在大厅当中的 当时祖父除了神念秘书的事情之外 可还向韩兄提起其他的要求吗 不要对我隐瞒什么 银月回头盯着面具女子 凝声问道 面具女子为言 目光微微一闪 既然傲笑大人将契约改在小姐身上 我就只是小姐一个人的影位了 虽然不会隐瞒任何东西 当然傲笑大人一开始提及的 并不是什么神念秘书 而是想将小姐嫁给韩道友为妻 大人保证 只要韩道友答应这门婚事 不但会将其进阶大成的经验心得传授 而且呢 还愿将一生所藏大半宝物 作为陪嫁之物 不过 韩道友还是拒绝了 只是答应了后面 用神念秘书相助小姐的事情 祖父果然这样做了 多半他以为 只要促成了我和韩兄的婚事 我心愿意了之后 心境上破绽 就可自行弥补不少的 但是他这一次可想错了 以韩兄的性子 不可能会答应的 他若是真答应这门婚事 我多半反而有些失望的 但是祖父被拒绝后 脸色应该不好看吧 银色悠悠的问道 韩道友可不是普通的 合体后期修士 奥乔大人被拒绝后 虽然心中不快 但也并没有多说什么 这是当然 韩兄现在是在祖父和墨简离前辈之后 最可能进阶大成修士的存在 是人妖两族在灵界立足的最大希望 祖父再是不满 也不会做出什么 对韩道友不利的事情 这样也好 好了 辽颖啊 你下去吧 银月在原地发愣了半天 这才吩咐了一声 那辽颖告退 面积女子威宫身身躯 一阵模糊就在虚空当中 直接消失了 而银月在原地沉淫的片刻 也轻叹了一声离开了 忘情觉即将发作 他可真不敢在此地耽搁什么了 密室中 韩力同样在陈思中回忆和傲笑老祖单独商谈时候的情形 在大厅的密谈当中 这位妖族大成不但提出了愿意将银月嫁给他的打算 并且还事先说出了一切让韩力大感意外的事情出来 银月原来名义上的丈夫 那位妖族的天魁狼王 竟然在数十年前妖族和魔族的一次大战中 被数名魔尊同时偷袭 竟意外地陨落身亡 如此一来 傲笑老祖心中原本还有的一丝顾忌 也荡然无存了 这才一见韩力就开门见山的直接提及银月的婚事 韩力的自然是蜿蜒地拒绝了 在他心中对银月的真正感情 弘元知己的感觉占了四分 类似兄妹的情分占据了另外四分 最后只有两分才涉及到了男女之间的爱慕之情 在此种情况之下 她自然不会答应傲笑老祖所提的什么婚事 不过嘛 她心中倒是暗自下了决心 若是傲笑老祖的神念秘术 最终也没有办法解除银月的忘情诀 她自然呢 会设法另寻其他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的 心中既定 自然也就不再多想 双目轻轻一闭就再次打坐修炼 就这样 在接下来的日子当中 杭丽在楼船密室中开始修炼起了傲笑老祖所给的神念秘术 此秘术据傲笑老祖所说 只要将其修炼到一定的火候之后 就可以从体内自行散发出一种对忘情诀克制的神念波动 当然了 此法诀对修炼之人的神识增幅也不是不无好处的 只是没有办法和专门的神念强化雷密术相提并论了 而且杭丽略修炼之后就惊喜的发现 在傲笑老祖口中修炼艰难的此法诀 他却感觉异常的轻松 修炼起来竟然有一种水到渠成的诡异的感觉 他后来仔细的思量了一下 也就明白了 这多半的和他修炼过炼神术的事情有关 修炼了神术这等仙界的秘术 他都已经修炼大成了 其他普通的神念秘术自然感觉简单至极 不多短短的两个月的时间之内 他就将这神念的秘术前几层炼成有了小成的地步 在此期间呢 银月在忘情觉没有发作的时候 又来找过他数次 每一次两人都详谈许久 均都尽兴方散 就这样 楼团一路无事往回赶路 再过大半个月之后 终于进入到了各族联军控制的牧族领域了 欲知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 凡人修仙传第1420回 欢迎收听 凡人修仙传第1420回 楼船在龙家老祖的操控之下 更是丝毫未曾停下 直奔联军总部所在的牧眠城 路上这楼船遇到了不少只巡逻的各族队伍 但是他们显然均都认得 傲笑老祖的这件飞行宝物 远远的恭敬师里丝毫没有上前盘查阻拦 就这样又飞行了十几天之后 十几棵数千丈高的晴天巨木 赫然出现在了远处的地面 这些巨木啊 每棵都有五六千丈之高 粗约三四十丈 浑云深碧绿并隐隐的有一层荧光 闪动不已 以这些巨木为支柱 一座分为十几层的巨大的城池赫然拔地而起 通体呢都是由各种树木累积而成 没有一丝的石瓦泥土的痕迹 而在各层高大的木制的城墙上 一对对形象各异的各族卫兵隐约可见 这正是各族联军驻扎的大营木棉城 也是新日木族的第二大重要城池 银色巨州刚一进入巨城百里之内 就被城头上的卫士发现 一阶城墙上一阵骚动过后 顿时一对妖族修士 从中团空而起 迎着楼船飞动而来 供应老祖回城 这些妖族一个个身穿各色战甲 修为大多在金丹园英左右 离楼船呢 还要离许远的距离的时候 就一个个停下了顿光 惶恐至极的大力参败 先说这些妖族人呢 心都对傲笑老子丹的楼船熟悉异常 故而这才如此表现 起来了 老夫要先回洞府一趟 你们继续忙自己的事情吧 傲笑老祖的声音 从楼船当中淡淡的传出 充满了一种 让人根本没有办法反抗的力量 是 谨遵老祖法旨 傲笑老祖威震妖族数万年之久 早已经被普通的妖族 视若神旨的存在 这些跪拜的妖族 自然没有唯命之意 当你所有妖族左右一分 立刻站在两旁 银色楼船一声嗡鸣过后 再次化为了一团荧光 冲着木棉城市击射而去 片刻过后 前方虚空中各种光辖闪动 一层层层禁止自行的让开退避 楼船呢 直接飞入到了巨城的顶层当中 并在一处戒备森严的广场上风 徐徐落下 几乎同一时间 广场角落处的一处传送法阵 光芒一闪 忽然一名白发老者 无声传送而出 目光 网络下的楼船上一扫 当即微微一笑 走了过去 这老者一脸慈眉善目 两耳其长 几乎搭肩 看似轻飘飘的一步 却横跨十几丈 只是几个晃动过后 就出现在了楼船进前处了 附近那些警戒的各族卫士 这才反应过来 纷纷的空身低手 对白发老者无比恭敬 哈哈哈哈 好笑啊 你终于肯舍得回来了 你这一句可时间不短啊 再不回来的话 老夫可就要怀疑你 这把老骨头 是不是留在魔族那边了 白发老者爽朗地说道 哼 奇奇一些 魔崽子还真能奈何得了本座吗 不过要是本座真的回不来了 莫老鬼你反而要跳脚大妈了吧 一声冷哼过后 楼船上传出了 傲下老祖清冷的回答 接着整座楼船 一下子荧光大放 并迅速地缩小了起来 当所有的光芒一脸过后 楼船消失不见 远处呢 却多出了树道 人影出来 回首一人 面容俊美 神色清冷 正是傲下老祖 在其身后的两男两女 则是韩丽 银月等人 白发老者一见眼前出现这么多人 心中微微一愣 但脸上丝毫一色未漏 反而冲傲笑笑着说道 傲笑兄 我们人妖两族可从来都是同进同退的 在现在这种情形之下 真要缺少了你这位妖族老祖坐镇 莫某 可是鼓掌难鸣哦 你这话 本做到是相信是真心之语 不过你放心 虽然我寿缘不多 但也不可能马上作话 起码也要支撑到这一次的摩羯过去再说 哦 对了 韩道友 你过来见一下莫老鬼吧 他的名字 你肯定不陌生 可是你们人族的老前辈了 傲笑老祖冲着韩丽招了一下手 穆建离前辈的大名 晚辈自然早就如雷贯耳 晚辈韩丽 待见莫前辈 韩丽一个闪动 走得出来 面带一丝敬意的冲白发老者微微一礼 虽然傲笑老祖没有提起白发老者的姓名 但人族姓莫的 又是大成其修为的自然 只有这位莫简离了 啊 韩丽 莫非就是我们人族那名 千余年就进阶合体期的修士啊 听闻你和冷家小子几个人已经进入了魔界 现在竟然出现在这里 莫非是刚刚从魔界返回来的 莫简离一听韩丽之言先是一愣 但是脸上露出喜色 寥寥数句就说破了韩丽前些年的行踪 显然呢 这位人族大成也早就注意到了这位人族的后起之秀 韩丽心中一愣 马上脸露苦笑之色 莫前辈果然是慧眼如炬 晚辈的确刚刚从魔界返回 这才会出现在慕族之地 并恰好遇到了傲孝前辈的 哈哈哈哈 哎呀 能潜入魔界那种地方这么多年 还能安然的返回 果然不愧是我们人族万年一见的天纵之才啊 莫简离哈哈大笑 口中称赞 莫老鬼 你现在就如此高兴了 你再看看旁边的这位道友是谁啊 哦就老祖呢 这个时候却一撇嘴又说了一句 旁边这 哎 这气息好像有些熟悉啊 嗯 似乎在什么地方 似乎在什么地方见过 郭简离目光一扫 落到了谢道人的身上 脸上情不自禁地闪过了一丝惊讶 呵呵 莫老鬼 你再仔细地看看 哦 奥笑兄如此说肯定又有深意了 奇怪 竟然不是血友之躯 你 你是魔戒的那头圣蟹 莫简离听奥笑老祖如此一说 心中好奇之心大气 当机瞳孔巍巍的金光一闪 但是在下一刻 一下子倒吸一口凉气 诗一声叫了出来 我认得你 说话年前 你和几名灵界人也来过 魔戒海想进入苦灵岛中的 但是没有穿过雷海之劲 重伤退走了 谢道人忽然面无表情地说道 竟然他也认出了莫简离 原来真是谢兄 道友怎么会幻化人形 离开魔戒海 而且修为骤降到了合体期呢 莫简离文言先是一丝尴尬 但是马上就顾不得其他的问道 我老鬼啊 你不知道谢兄和韩道友一箭头缘 并签订了契约 要跟在他身边一段时间的吗 傲笑老祖目光一闪 大有深意抢先说道 哦 有此等事情 韩道友 此事可是人的 莫简离惊喜交加 口气微微一变 竟然以平背口气相称 虽然其中另有缘由 但的确有此事 谢兄修为骤降 只是因为先前施展了一种特殊的手段 只要过一段时间呢 也就可以恢复如常了 唱听网 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 你的唱听别样精彩 3w.听85.com 韩列笑了一笑 仍然保持谦逊的说道 好 好好 很好啊 谢道友在魔界 不知道待了多少万年了 各界不知道多少强者 也想过将其收为地柱 但是没有想到那些 大成老怪都没有成功 竟然让韩道友成功了 哎呀呀呀呀呀 看来我们人要两足 后地有人了 一听韩列 承认此事 莫建黎非常高兴 莫老鬼 你要是听说另外一件事情 恐怕更会高兴的忘行了 不过这里不是讲话之所 还是先去你的住处再说吧 傲笑老祖见子情形一翻白眼 啊 怎么 难道还有其他的好消息 嘿呀 老夫可真要好好地听一下了 走 走啊 老夫临时动服 还有两瓶牧族人 供奉的鲜叶酒 正好给几位尝一尝 莫建黎双目一亮 不加思索地说道 杭里等人自然没意见 一行人向广场的那个传送镇走去 半个时辰过后 一座通体紫色陵墓制成的大厅当中 莫建黎坐在主位 傲笑老祖和韩立谢道人坐在一旁 银月和诸果儿子在他们背后束手而立 只不过二者一个神情恢复了原先的淡然 一个满脸的兴奋之色 这个时候 韩立正将手中一杯宛若琥珀般浓稠的灵酒 一饮而尽 此酒一入喉立刻化为了一股精纯的能量 遍布身体四肢各处 跟人一种暖洋洋的感觉 浑身是舒坦无比 好酒 韩立脸上闪过丽丝意外 口中不禁称赞了一句 这鲜叶酒啊 可是用木族圣树流淌的枝叶酿之而成的 百年木族全族也不过可得百平而已 这一次若不是为韩道友和谢星启臣呢 嘿 莫莫可还舍不得拿出来呢 莫建黎呢同样将手中的灵酒引入之后 韩笑说道 只可惜啊 木族这株圣树原本是种植在木族禁地之中 但是后来魔族大体入侵 新帝呢 也被迫放弃下了 只好将圣树本体移植到了木棉城来 让其本源可是损失不少啊 傲笑老组在一旁也淡淡地解释道 哎 不光如此 木族的大长老如今也正在圣树中是修养闭关 希望呢能够借助此树灵气 重新恢复大城西修为 但是据老夫看呢 此事极难的 虽然说真有希望也不知道是多少年后的事情的 无法再和我们对魔族一战当中出什么大力咯 木剑离叹息了一声之后 也缓缓地说道 现在的木族 顶级的战力都在和魔族一战中损失的差不多了 先靠我们几族援助 才能够勉强维持现在的局面 原本就不能指望他们太多的呀 傲笑老族冷笑了一声说道 木族现在变成这个模样 以后是否还能够再临界独立成族 都不是一件好说的事情了 不过此事就算发生 也是魔族退之后的事情了 和我们现在呢 没有多大的关系 我看到是傲笑道友 你口中所说的另一条好消息 到底是什么事情 可以说了吧 木剑离叹息了一声之后 口中话题一转 既然到了李洞府中 想来也不怕有人偷听了 虽然不会隐瞒 木老鬼啊 你可知道 韩道友在魔界的时候 进入了喜灵池 并服侍了静灵连 做到了你我当年 都没有做到的事情 什么 有此种事情 原本还安然的 坐在椅子上的白发老者 一听这话 蹭了一下子 就站了起来 脸色大变 木剑离虽然说 知道 韩丽亚是从魔界刚刚返回 但在他的心目中 自然根本没有想过 韩丽真的能够 进入喜灵池的事情 毕竟多少万年来 各界那冲喜灵池 和静灵连而去的 强者无数 其中真正能成功的 寥寥无几 韩丽虽然说 在人妖两族中 也算是天纵之才 但和其他界面 那些妖孽般的存在相比 可并不一定 真的能够强到哪里去的 但是木剑离呢 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韩丽的神通 根本不是一般合体 后期修士可比的 单论肉身强横和神识强大 就几乎不在一般的圣祖之下 甚至在动用二涅变身后 都可以短时间之内 抗衡圣祖本体一下 而韩丽进入魔界的时候 又恰逢魔族大劫之时 高级的魔族呢 全都乱作了一团 根本顾不上 韩丽等外来者 否则的话 只要几名圣祖本体 略移认真的关注他们 临手之下 纵然说 韩丽等人有天大的本事 也绝对不可能 走到魔原海的 好 果然又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 以韩丽道友的这个资质 再加上喜凌池和静凌莲的 喜随意惊奇笑 若是我二人以后 在全力辅助之下 想来近期大成期 都有三四成的希望啊 墨简离双眼直发亮 他可是你们仁族的修士 凭什么本老族也要全力辅助啊 傲教老族这个时候 却冷冷地说了一句 哎 人妖两族在灵界可是一起的呀 韩道友若真的能够进阶大成 自然也是妖族数万年之内的靠神 好秀道友又何必太分彼此呢 若是你们妖族 也有人进阶大成的希望 老夫也会同样不惜一切代价相助啊 莫老快 此话可是当真 傲教老族一听此话 双目微微一咪 似笑非笑的问了一句 哎 老夫之言自然出自真信啊 怎么 你们妖族难道真友人 也有机会进阶大成不成 墨剑林先是不加思索的回答 但是马上又恍然过来 我这位孙女 墨老鬼你也见过很多次了 但你还不知道吧 她可是拥有七星月体之人 只要说能够修炼到合体后期大成 进阶大成的激励 纵然说比韩道友少声一些 但也绝对不会娴熟太多 傲笑老祖 一只身后那脸色平淡的银月 傲然说道 啊 玲珑和你一样 也是七星月体之身 好笑老怪 你可真的将老夫瞒得好苦啊 你 你哎呀 你为什么不早告诉老夫一声啊 难道还信不过默某不成吗 墨剑离大吃一惊 目光一扫银月 神色有些诧异 哎呀 奥某怎么会信不过默兄啊 只是在下这个孙女出生之时 并没有呈现出相关的征兆 老夫也是后来才发现 他也拥有此体质的 可不是对墨大友于隐瞒之意啊 傲笑老祖摆了白手 不慌不忙的解释道 哼 就算是如此 近些年 也没有见你露阔丝毫的口风吧 现在忽然借着韩道友的事情说出来 我看你应该是另有什么打算 墨剑离哼了一声 脸上的神色恢复了正常 但是话语中的仍然有些不满之意 的确啊 我的孙女虽然说拥有七星月体 但是在修炼上呢 却是遇到了一些麻烦 恐怕还需要借助道兄的一些力量 才有可能解决呀 傲笑老祖叹了口气说 啊 什么麻烦 只要莫某能够帮上门的 傲笑道友尽管开口 墨剑离门口答应 傲笑老祖点了点头 只见他嘴唇微动 啊 事情 是这样的 欲知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提起关注收听 凡人修仙传 第1421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